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10号宣布起诉四名中国军方成员 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动网络攻击 导致1.45亿美国人个人信息泄露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 更多的新闻内容久一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世卫先前专家组已经抵达北京 将与中方就考察组的具体安排进行讨论 谭德塞表示 近日在法国及英国等地出现无中国旅行史的新冠肺炎病例 他对此表示忧虑 称虽然此类病例目前数量不多 但星火可以燎原 目前应对疫情的总体目标仍是保持遏制 呼吁世界各国抓住机会阻止疫情过散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近日 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 重申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病毒 中方仍在逐步加深了解 包括感染方式和传播途径等 尽全力防控疫情 崔天凯表示不赞同中方 无视美方多次提出派专家帮助的说法 欢迎美国专家加入世卫组织 正在组建的专家组 他强调很多事情需要通过世卫组织部署 中方正与世卫组织进行协调 相信美国专家很快就会去中国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疾控中心一直保持密切沟通 且已有美国专家以个人身份前往中国 一些美国公司也向中方提供技术帮助 当被问到有关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的指控 崔天凯表示这是疯狂至极 认为会破坏抗疫的共同努力 他强调中方正尽全力防控疫情 总统特朗普周一公布了 2021财政年度4.8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建议把所有非国防机构的开支 统一削减5% 大幅减少对外援助资金 支出由557亿美元降至441亿美元 减幅为21% 同样被缩减的是兴建美墨边境墙的拨款 新预算案仅要求20亿美元用于兴建边境墙 远低于去年的86亿美元 为了支持国家航天航空局推动新的登月任务 新预算案建议把航天局的拨款 由今年的220亿美元增至250亿美元 这是航天航空局今年获得的最大额度的拨款 预算对健保计划进行了重大的修改 包括在一些可能会降低联邦政府在医疗补助计划方面支出的变更 预算提议将医疗补助和平价医疗法补贴削减至1万亿美元 不过根据分析 特朗普这份预算案不太可能在大选年 获得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 预料财政预算的最终版本仍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停靠日本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本月9号确认新增6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目前船上已有70人确诊感染 全船的近4000名乘客和船员都在接受隔离 日本卫生部确认 目前这艘邮轮上有美国公民428人 其中14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对全船人员的隔离预计持续到2月19号 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一对新婚夫妇 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连线采访时 称他们的身体状况不错 但是心理状况不好 并对船上的卫生安全感到担忧 甚至公开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 由公主邮轮公司运营的钻石公主号 本月3号抵达日本横滨时被隔离 一名80岁从香港上船的男子 被诊断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所有与他一起乘船的乘客 健康都处于危险之中 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正与日本政府交涉 希望将钻石公主号上的 428名美国公民撤离回美国 休息一下 公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根据纽约州府周一上午最新消息 纽约州再排除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全州目前仅剩下纽约市的一例疑似病例 仍在等待检查结果 暂无确诊病例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纽约州共排除4例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暂无确诊病例 截至目前 纽约州共有22例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送减 其中纽约市送减5例 纽约州除纽约市外 其他地区送减17例 另外就新冠肺炎 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境内确诊病例不多 多数患者情况良好 并认为按照常理 随着天气渐渐炎热 这种病毒会在4月份消失 纽约市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发生两起袭击警察的事件 导致两名警员受伤 警方已经逮捕嫌犯 相信两件事是同一人所为 事发在当地时间周六晚上 在纽约布朗克斯区 枪手假意靠近巡逻警车 向车上的警员问路 他之后突然开了几枪 在驾驶座的警员 下巴和脖子受伤 枪手随即逃跑 警方在现场拉起封锁线调查 到了周日早上 枪手闯入区内的一家警署 拔出手枪向前台的警员开火 之后又向着前台旁边的区域开火 混乱中造成一名警察左臂受伤 嫌犯被制服后 警方封锁警署附近的范围区域 警方在记者会上形容 嫌犯有很多的犯罪记录 纽约市长白子豪更表明 枪手存心想要杀死警员 等同攻击全部的市民 受伤的两名警察 现在情况稳定 其中一人已经出院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 扩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过在纽约 华人的年度盛世 春节花车巡游如常举行 庆祝农历新年的大型巡游 在纽约举行 今年中国国内因肺炎疫情 无法张灯节彩大肆庆祝 远在异国的华人高举标语 在花车挂上横幅 为中国打气 一如往年来自美国各地的 武术和舞蹈团体 换上精心准备的服饰 表演祝庆 现场积分热闹 纽约市长白思豪 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舒默等美国政要 也有到场与民同乐 2020第92届奥斯卡班警典礼 9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由韩国导演奉俊浩 指导的寄生虫 夺得了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国际影片 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 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 而杰坤菲尼克斯和雷尼奇威格 分别凭借小丑和朱棣 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 此外布拉德皮特和劳拉邓恩 分别凭借好莱坞往事和婚姻故事 摘得最佳男女配角奖 另外最佳摄影奖 由电影《1917》夺得 《玩具总动员4》获得最佳动画片 《悄悄的异想世界》 获得最佳改编剧本 此外最佳纪录片奖 由美国工厂获得 美国股市上周震荡上行 投资者对新冠肺炎疫情 打击环球经济的忧虑重燃 盖过了美国非农业职位的 增长远胜预期的好消息 上周五 华尔街股市全线走跌 三大指数周中都曾经再创历史新高 展望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周二起一连两天的出席 美国国会作证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情况下 鲍威尔如何评估 疫情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以及货币政策的冲击 仍然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周四和周五则分别公布 上月消费物价指数和零售销售获值 另外本周共68家标准普尔500指数 成分股公布上一个季度的财报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